第一次比赛跳水箱的第二战神大赛 比赛结束了如此双人十米才争夺 陈宏禅和陈玉希联手轻松夺得冠军 张敏捷和张佳琪获得亚军 李瑞希和卢伟获得第三名 比赛结束后 现场粉丝又给陈宏禅和张佳琪送去了许多玩偶 这一战比赛 陈宏禅和陈玉希第一跳拿到了56.40分 第二跳拿到57.60分 第三跳两人拿到81.00分 第四跳拿到78.72分 最后一跳 上一跳两人的发挥不是红百亿 拿到88.32分 全红禅和陈玉希合作拿到362.04分的高分 好的 这一跳就相当漂亮 张敏捷和张佳琪联手得到323.28分 还是很强的 李瑞希和卢伟拿到316.86分 排名第三 两战比赛 全红禅夺得两军军和两亚军 对他来说 这样的成绩其实并不是很一样 只要有他俩的出现 那冠军就是我们了 不过这一条是给到了88.32分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十分的有效分 像是进了玩具店进货 现场的粉丝们准备了许多玩偶 还是5253B 大会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条 张佳琪的表现 不坚实与其和全红禅两人独冠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已经是锁定冠军了 然后交给全红禅 现场也有不少粉丝 将玩偶送给张佳琪 张佳琪的成绩 在这个奥运周期 出现了不小的下滑 不过仍然有许多粉丝 喜爱跳水三小只当中的大姐大 全红禅双手都抱满了玩偶 张佳琪也抱满了玩偶 两人都是大丰收 多哈市井赛跳水项目第二战选拔赛 女子双人十米台比赛 是全红禅今年最后一项赛事 脚步 手臂和腰部都受伤的她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番了 全红禅接下来会进入东迅 备战明年2月份的市井赛